是美国航空公司191号航班 273人丧生 从芝娇哥飞往洛杉矶的第191号航班 这起飞后不久 他的左引擎就卸菜了 飞机翻了个跟斗 一头栽进了一块田地里 一名消防队员说 现场就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当时这架飞机坠毁的照片 引发了媒体热议 谴责卖到公司DC10糟糕的安全记录 就伊朗空军275人丧生 8.伊朗航空公司615号航班 290人丧生 7.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163号航班 301人丧生 这架从里哈德飞往吉达的航班 在起飞后不久就着火了 于是赶紧返航 紧急降落 但街上的所有人都在消防员进入飞机前 就已经因为吸入过量烟雾而死亡了 扩灾的起因是穆斯林朝圣者使用的丁丸炉 因为他们严格的饮食限制 沙特阿拉伯后来禁止了这种炉子 但仍有一些人将他们偷偷带上飞机来主查 6.印度航空公司182号航班 329人丧生 事故发生后 一个加拿大西科教基金组织表示对此事负责 乌阿尔门维尔列空难 346人丧生 在土耳其航空公司的981号航班上 你们一个摩洛哥行李处理员 既无法阅读英语的锁定指令 也无法读懂土耳其语的锁定指令 导致舱门没有正确闭锁 在飞行途中舱门就弹飞了 随后飞机在法国巴黎附近的阿尔门维尔列增里坠毁 需要说明的是 当时的闭锁装置 是有一个一致的设计缺陷的 斯恰尔基达德里空中碰撞 349人丧生 这是史上最致命的空中撞击事件 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航班 和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 在新德里以西发生碰撞 造成两架飞机上所有人的死亡 一项调查发现 哈萨克飞行员缺防音于比岩能力 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三、日本航空公司123号号班 520丧生 二、特内旅飞机场事故 583人丧生 两架波音747 在西班牙的特内旅飞岛上相撞 两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 都因此丧生 这体在发生在机场内的事故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恐难 一美国911恐怖袭击 2996人葬生 尽管这不是一次单独的恐难 但被卷入911事件中的四个航班事故 是商业航空史上 但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恐难事故 美国航空公司11号号班 和联合航空公司第175号号班 这两架飞机因为撞上了世贸中心 都造成了1000多人的死亡 这两个航班也因此被认为是航空史上单机坠毁 造成死亡人数最多和第二多的恐难 美国911事件中 一共造成了2996人的死亡 其中也包含了19名恐怖分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